這個是金香魚的刺身 然後用醬油醃漬了一下 它的這款刺身就是特意切得非常厚 讓你能夠充足地去感受 這個刺身的味道 對, 這個刺身真的比平常的厚很多 好喝, 它這個醃得剛好, 很香 我剛剛看見它在那個… 好像一個Dashi的汁裡醃了很久 對… 沒有那麼濃 平常是用醬油醃, 再沾乾, 弄乾 現在是整個好像進入湯汁裡針 對 但我不知道是因為那個刺身夠厚 我覺得它的飯好像比剛才的熱 對, 溫度會提高一點 因為為了提高溫度 主要是增加金香魚的… 因為刺身其實是金香魚的血 然後增加鐵粉帶來的酸味和風味 為何我們剛剛吃的 真的沒有剛剛這個風味 對… 所以它就會調節到飯裡 還有師傅捏飯時 我看見它好像在聽舊飯 想想, 感受一下飯 因為剛才那個赤身 是比我平常吃的 我覺得那個… 鐵質的味道 我初心想, 究竟是它的調味 它這麼厚還是怎樣 但原來溫度… 我看見它這個海膽的盒子 跟平常看見的不同 這個是淡路那邊有兩個地方的 一個字, 海膽 淡路島那邊? 對, 淡路島 好 感覺很實, 這個海膽 這個海膽是比較多, 而且海膽只剩一倍 所以吃起來有些很忌廉的海膽 超出平常的標準, 包裹那些飯 一口吞下去的時候真的很棒 這個海膽很甜 有一種比我平常吃的海膽更甜 有一個很特別的香氣, 這隻海膽 我覺得像生蠔那樣的海膽很有趣 你真的跟不同品種 它的味道完全不一樣 對…每個品種也是… 每個品種的產地 它也是會很影響它這個味道 因為它吃的東西不一樣 像這種, 它是沒有剝那種海苔紫菜的 這種就是完全吃海膽的那種 花開來很忌廉的感覺 是 所以剛才你就是感受到整個海膽 包裹著飯 很多海膽包裹著飯 我完全明白為什麼師傅這麼難熬 要等它一年 等…你說年紀錄的時候 對, 我們這個節目的年紀錄 可以回來再吃一次 謝謝… 重本先生給人一種 超然脫俗的感覺 世間的名利他從來都不強求 在米芝蓮的尾光燈之下 他依然堅持做好自己 這是他的修為 我最感謝供應食材的漁夫 送貨司機、漁市場的人 我會為客人 為他們繼續做最好的握壽事 五味雜塵, 百味人生 食客的每一個笑容 是對料理人的一種加許 而米芝蓮的認可 就是世界各地餐廳努力的方向 但在壯志嬌陽的旅途上 如何可以與榮譽同行 繼續感動美女 這個將為他們的畢生課題 既然是世界各地人的奏 豬華國 既然是世界各地的